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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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摩阿弥陀佛 拿摩阿弥陀佛 像我们这样人一身毛病 业障深重 福慧浅薄 如果都是顺境 赞叹 对人家给我们报恩 可能我们就会永远被埋没 销损我们的福报 在世间人 你都是逆境 可能我们也不是那大人物 也不是大菩萨 都是顺境 这个顺境就是甜蜜 蜜吃多了也不行 这个蜜把刀很容易 你看刀啊 盐也会朽坏它 风雨也会朽坏它 这个蜜坏它朽坏得更快 我们的心是一样的 你老是蜜 其实你这个心就软弱了 就没有力量了 就被损了 就生锈了 有时候要吃点苦 它反而有劲 这个刀锋反而立 就是种种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人在这世间呢 以我们这样的人来讲 还是两种境界都要有 有顺境有逆境 都是顺境 你就往下堕落 你就交慢 你就这个损福报 都是逆境的 你又苦的就是 也苦的这个鼻孔出不了气 也不行 苦的苦水泡的太大了 那就逆顺两种境界都要有 像这个车走路一样 车行路 既要有这个油门 还要有刹车 说这个车只有油门 没有刹车 这车你敢开吗 对不对 油门就是往前走的 刹车就是腻的挡住的 这两个都要有 还有车上在路上走路 你看我们在五台山 你看冬天 我们中台把他带我们开车 然后这车还换一个轮胎 换一个叫做雪地轮胎 没有这个雪地轮胎 但还加个链条绑上 路上来铺一些煤渣子 这个车要有开在路上开 要有一定的阻力 没有阻力就没有动力 说在这冰面上跑 这个冰面六滑 一点阻力没有 那你车开上去 在原地打转 所以没有阻力不能进步 没有动力也不能进步 这个动力要有 还要有阻力 我们练大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给我们 动力非常大 是不是 那么你要在这个世间 要转法轮 你要哄哑这个法门 在这世间 要在众生的心地上 去哄哑这个 弥陀救度的法门 那要有适当的阻力 适当 没有阻力 你这个车子爬不过去 没办法哄哑这个法门 就像这个车在这个雪地上面 打 这转 原地转 你马达再好 你发动机再好 你油再多 你开不动一步 打转了 阿弥陀佛给六字名号 功德 大包海 这么好的法门 那你如果没有适当的阻力 你洪扬不出去的 所以遇到阻力 应该欢喜 啊 冰面行驶 阻力 即是安全 你在这个 呃 六环的冰面上 有驾车 这个阻力 为什么要搞 雪地轮胎呀 为什么要绑这个链条啊 为什么要撒上这些 呃 梅渣子 因为增加安全度 阻力就是安全 啊 所以逆境 是会增加我们 菩提道上的安全度 我们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在菩提道上行走 如果你没有点逆境 你就飘了你 飘 马上就飘了 这一飘一打滑 飘了三个道去 那不行啊 所以你要都是赞叹啊 要有点诽谤 要有一点诽谤 啊 要有点那个悲恩欺义 我们遇到这样的人 那我们更加呢 感觉到像 我一提起夫人 遇到他那个 阿舍世王 这不是简单 不是明显的恩将仇报吗 这个父母对他有多大的恩德啊 但是呢 他要篡夺父王的位置 还把他母亲呢 关到牢里 那么遇到这样的人 哎呀 真是他善知识啊 如来世尊啊 武夕和罪 扬此罪子啊 然后在那里哭泣 哎呀 原来在王宫里边 他作为国泰夫人 那是享受一些荣华富贵 根本就不求是西方基督事业 这时候他就醒悟了 啊 他觉得世间 这个连这样亲爱的孩子都害了自己 他叫我戏何罪 生死恶子 啊 这次苏博世界恶人充满 如来 你告诉我 何处有无忧 有无忧国的世界 有无忧脑的世界 我当往生 布洛茨 严福提 多事也 阿弥陀佛 那如果他儿子都很孝顺 他能发起这样的心吗 啊 我们往往在这个世界啊 都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世界 如果 呃 什么都很好 你就不求处理了 所以嫁了一个丈夫 这丈夫什么都不成 什么都搞不来 这样的人 他就想到处找 哎呀 找到念佛的团体 找到念佛往生法门 太好了 找丈夫对他特别的恩爱 那你根本他就不想求往生 现在哈 这个 这个逆境 都是我们的 逆增上缘 这个要一点辱骂 这都是好的 这个呢 就是梅渣子 这就让你呢 增加安全度 菩提道上增加安全度 你就就好啊 当然这是大乘圣道法门 通途修行 净途法门来讲哈 那百分之百 要靠这个增加安全度呢 还不安全 我们这六字名号一锁 夸 都要给你套在安全带里边 然后都给你非常安全 然后光明社区不舍 绝对安全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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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